好,各位好,我叫叶也,然后今天的话是很开心受到邀请来做这个分享 然后今天其实就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数字游民的概念 以及从数字游民引申到的关于迷你退休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那这中间呢就是会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的话是关于这个个人经历的分享以及对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的一些分析 然后后面的话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有使用了哪些工具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的话是在那个Q&A环节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问题就写在那个什么文档上面 或者是自己默默的先想好 然后Q&A环节可以直接一起问 那我就长话短说直接先开始 那先是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是从那个白领到数字游民 首先其实有一个前提是我 其实是并没有那个非常的主动的说 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成为数字游民 一开始只是说我想要去辞职 当时是在北京的时候生活其实还算是正常吧 正常的白领生活但只是觉得好像就觉得不对劲 也没想着说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可能我有一个念头很确定的是我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 从头看到我感觉可以看到我将来的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 所以其实在在辞职之前有一个小背景是 我之前大学的时期我就有在海外开始做一些志愿者项目和一些海外的实习项目 然后当时我对于国内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种不同的思考了 但我回国之后还是乖乖的先朝九晚五了两到三年的时间吧 后来发现实在是不算算不上是真的太喜欢 所以种种原因我还是最后就辞职了回到了心心念念之前去过一次的南美 然后简单的说一下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一开始我是从南美辞职之后算是裸辞吧 裸辞的一开始是有在一家公司有帮他们做英文的口语老师 就先虎口嘛虎口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我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完全的旅行 可能是中国人的通病吧我做不到完全闲下来 然后我发现边工作边旅行这种节奏还挺好的 而且我可以就是借着这种形式可以继续一直可持续的走下去 所以到后面我就是有中间有接一些之前的关于项目管理的一些工作 这也是我之前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项目经理 然后现在的话我是在这个过程下来呢 我现在是在做那个内容创业 那这个之后的我会跟大家说 然后我的收入其实还挺多面化的吧 我之前一开始的话是口语老师的这一份项目吧 当时是基本上是温饱温饱型的吧 然后后来接了一些就是项目管理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工资 然后再后来我是有在一家digital marketing 就是线上营销公司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家公司 做那个线上的项目经理工作 所以那时候收入是相对稳定的 然后在这中间因为阴差阳错 我也成了一个珠宝的珠宝猎手 算是我的副业 所以这中间就基本了 基本支撑了我的主要财务收入 然后后来的话因为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也喜欢写东西就慢慢了也爱上了写作 然后写作这边也会有一部分的收入 然后现在我在做这些内容创业的话 在知识星球啊以及一些咨询啊等等 都是我的一些创收 然后以后的这个收入的话 是我现在在努力往这个被动收入这方面发展 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谓的比较熟悉的就是税后收入吧 就躺着赚钱 但这个我也是之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是所谓的天上掉馅饼那种那种躺着赚钱 然后需要花多少钱 也是很想跟大家说的 是很多人都以为说环游世界是不是都需要家产万贯 然后之前甚至有人觉得我已经被包养了 没有那么夸张反而是我旅行了之后 我才感觉自己真的成长了 因为我需要去考虑我的现在 以及稍微近几年的将来 所以我对自己的财务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 然后一开始是穷游出身的我 就发现很多事情 你享受很多事情不需要去花很多的价钱 所以现在其实我一年的基本的包括旅行的费用 可能就是在六到八万左右 也就是一个月平均是四千到六千多 最多七千 包括了所有的机票旅行 还有基本的生活 所以其实你想要在这个页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 其实可以你跳出这个圈圈之后 等待你的不一定就是很可怕的结局 可以尝试一下 说白了当时还年轻 的确年轻也算是资本之一吧 试错的成本比较小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 什么是数字游民 我现在的话 就当时我是数字游民 是因为知道意识到 是因为有一个人他之前过来采访我 然后他就说 他就把我定义成数字游民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数字游民的概念 还不是很清晰的 我就以为说 那就像我这样子在网上办公 然后可以编旅行 那就是数字游民了吧 那后来又有朋友问我说 那你跟旅行博主的区别在哪里呢 然后后来我就有去跟一些人聊 然后也有认识到国内的这个数字游民社区里面的 也算是开 也算是 也算是开启人吧 就有对数字游民 算是下了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 满足两点 第一点是你的时间自由 第二点就是你的地点自由 也就是说这里就衍生到与旅行博主的差别之一 可能就是旅行博主 他可能他的相对自由度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更少了一点 因为他身上还是要背负着 比如说他的旅行已经不再是他的旅行 可能要变成别人的旅行 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旅行 这也是当时我考虑过 很多人说让我走旅行博主这条路 我思考过然后决定不去做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我想让我的旅行相对来说是尽可能的百分百是属于我自己 所以我不想要靠旅行去把它去维持我的现金流 然后那与自由职业者的区别可能是什么的 可能自由职业者是说相对来说 可以说自由职业者是一个数字游民的雏形吧 也就是自由职业者这一类人可能是最大可能性将来成为数字游民的人 但他同时也要去肩负就是如何平衡好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 以及你游玩的这一个阶段 所以基本上现在我自己以及包括我身边的数字游民朋友 都是每年是会在全世界走 然后我们有一个笑话是 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群候鸟 基本上我们每年一个四季就是往比较暖的地方去 然后在每个国家可能待两到三个月的样子 然后可能久一点的话会待个半年一年之类的 所以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核心就是完全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 我们想待多久就是待多久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说 所以他当时加入他也做了一个象限图 就是关于这个数字游民的类型吧 自由职业远程工作 互联网创业和线上投资 那我一开始也算是自由职业吧 就是一开始在上当英文口语老师 刚好我就经历了全部的东西 以及兼职一些项目管理的工作 然后后来我是正式加入中间有加入一家公司 远程工作了一年多 一家就刚才提到过的digital marketing 帮国外一些公司打国内的市场 然后现在的话我应该是属于第三个阶段 是entrepreneur就是互联网创业的阶段 我现在是已经脱离了公司 自己在做内容 然后最后的话是线上投资 线上投资的话其实是就说白了 其实是一种理财以及可能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 长线的价值投资吧 这起码是我们大多数人会做的 就会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现金流的一部分 但可能我们这群人里面还是很少会有人 会把它当作是唯一的一个现金来源 所以数字游民的工作内容呢 其实还是很多种多样的 像我之前介绍过了嘛 比如说我自己的经历从兼职也好 而且这些经历不是说一定要按顺序来的 是各种各样都可以 最常见的话可能就比如说是设计师 我现在一些比较成熟的数字游民朋友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然后也有人是之前一个奥地利的朋友 他就是很正经的在远程办公 也就是他们公司是做那个开发的 这可能跟国内的环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我身边的大多数的IT的国外的IT朋友 基本上都是过着要么已经是数字游民 要么已经是在向远程办公和数字游民过渡的阶段 还有一些比如说写作者 像一些比较还有一些是更常见的是咨询这个行业 比如说那个会计咨询以及一些life coach 那这里可以总结一下 数字游民有两种工作内容 第一种就是自己在做数字游民 另一种在教别人怎么做数字游民 可能Jaro的话他就会是类似于第一种吧 然后接下来是要讲到 我是结合了自己的经历 以及一些数字游民朋友身边 我做了一个同类项比较 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中间需要的这些技能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的话是感慨很深的是 其实项目管理这个技能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我其实没有说故意刻意的 要变成一个数字游民 但是项目管理这个技能 是我从几乎从实习到大学毕业 到进入职场这几年 从那个我可能比较幸运 我一开始从那个直接就是变成管培生 然后到后面是变成产品 产品经理项目经理 所以这个核心技能一直都在使用 并且在不断提升 所以在这里觉得想告诉大家说 其实数字游民的门槛 说高也不算高 只要你自己有一项 非常得心应手的技能 然后现在现代社会 其实在这个互联网社会里面 就这么说在一个行业里面 无论你是多么的传统的行业 肯定会有那么一群人是需要在电脑背后工作的 那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技能 你为何就不能往这个方向走呢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跳出这个思维模式吧 先不要说我不行 我不行我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说我现在就是要成为数字游民 那我身上是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去往这方面努力的 然后另一个事情的话 就是时间管理 这是几乎所有数字游民 以及远程办公者所需具备的 最基本的一个技能了 因为真的没有人管你 然后会发现 我们就会对自由的这件事情 会进行一个思考 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是 其实自由都是相对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一个代价的 你如果太过于自由的话 到最后可能你失去的反而会更多 所以数字游民 起码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个例子 是我会发现 我是用自己做的这些时间管理 来换取我想要的自由 所以我们想清楚 我们想要哪方面的自由就好 就朝九晚五是剥削了 很大一部分是剥削了 我们很多选择权 然后当然这个就插话回去 其实这也是数字游民 我个人理解的数字游民 跟一些旅行博主 或者是远程办公 看这个公司的这一个要求 就是管制程度吧 因为国内其实很多公司 它其实是远程办公 他们打卡的程度 在跟线上其实也是没有差别 所以这就是数字游民的本质之一 就是我们的选择性可能会更大一点 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更不用说了 就是英文这个技能 这个说来说去可能都要说烂了 英文这个技能 如果你想要说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首先除非说你只是想要把这个游民的范围放在国内 但即使说你放在国内 从你寻找资源 寻找一手的资源 寻找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以及沟通来讲 英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技能 我并不觉得英文给我带来了多大的财务上的这种帮助 但它有两点好处 英文作为我一个基本的技能之一 我知道即使有一天我真的累了 我停下来那我有项目管理和英文这两下技能 我还是可以相对轻松的找到一份工作 温饱起码是不用担心的 然后第二点是英文它真的可以打开你很多不同的大门 它会blow your mind 就是把你的脑子炸一遍 然后第三个自动化 从这里开始的话 我就要开始去引读到迷你退休这个概念了 为什么 因为自动化其实大家会听的非常多 但是很少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于 现在其实很多 但是可能在程序员界里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automation还是比较看重的吧 自动化它的概念其实就是 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现在我在豆瓣上以及一些社交媒体上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杠精来找我 然后呢我自己是那种我一般都是自知不理 但我毕竟是个human being 就是我还是个人嘛 我不爽的那种心情还是在的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模板化的回复杠精 就是以一种模板的形式 所以这个就是类似于你当你把你所有的事情 以及你的思维模式相对的模板化 就是在当然有个前提 你凡事都是需要变通的 但是变通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具有 我们不能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这种思维系统 以及做事的模板 那当你把这些所有的流程都自动化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节省超多的时间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开会 其实现在开会我也是把它类似于自动化了 开会之前我会把这个会议跟对方就商量好 这个会议的核心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做什么 在会前我们是已经准备好的 然后在会上可能我们只需要5到10分钟的时间 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 去confirm 做一个final to do list 然后有时候真的快一点的话 5分钟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个to do list走 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数字 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或者是说一个寻找相对自由的人 这四个技能 基本技能真的是非常需要的 然后这就是一个例子 也不算是隐私吧 就是我自己会做一个那种to do list 每天在起床的时候 在周期 我会喜欢把时间排前 因为我之前都会在南美那边 是有那个13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我会习惯中国比那边时间快 所以我在那边养成了周天晚上 把下一周的事情 所有事情都做好的习惯 然后我基本上是会把所有事情 放在周一到周四去完成 然后这就是一个另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表现吧 就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用太去思考了 我早上起来把这些事情安排一遍 然后每天根据他的priority 就是他的优先级一件一件的去完成 就没有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去玩了 然后当然所以这里也可以说 这就是我们想要寻找自由 你自己选择的动力之一 也可以是真的可以是放松下来 我的动我想 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动力 真的是因为我想要在上午的时候 把事情都安排好 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可以出去跟我的朋友们浪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是为什么说是关于自由的想象 那这里就是关乎到之前我讲过的 没有绝对的自由 只有相对的你自己争取来的自由 所以你要想一下代价会是什么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代价 那就是我需要花费精力去把我自己的思维模式 和做事的系统以及规则去做下 去规划好 其实你在公司打工的话 其实是公司是帮你省了这一部分精力的 公司的规章制度 其实说白了 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形式规则 只不过是他公司发展的更大了之后 他需要去规范太多人 所以但是他这样子的话 就不可能实现个性化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想要打破这些规则 但事实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现实 这个思维模式要转一下 就是规则一直都在的 真的规则一直都在 是要看这个规则是谁制定 公司制定你的规则 还是你自己制定你的规则 所以这是关于自由的想象之一 这也是我觉得实现 迷你退休的一个特征之一吧 就在我眼里退休的意义之一 是在于我不再受管制 我自己可以更加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以及我时间上会多出很多 然后第二个是身体素质 现在我的人生的 其实principle 就是我的人生原则之一 是吃好睡好 我个人觉得是只有你在吃好睡好 才能有精神好 有了精神好你才能有效率高 有了效率高你才能去节省出 更多的时间去吃好睡好玩好 所以这是我现在正在努力做的 一个良性循环圈 而这也就是我现在自己理解的 一个迷你退休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三个自律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也是 对大家很多人来讲 可能也是老生常谈的吧 所以就有点鸡汤的话 就是自律是真的可以给你带来 很多相对的自由 首先我还是强调一下 在我这里没有百分百的东西 为什么说自律会有相对的自由 是因为当你自律的时候 我现在非常的去 也不算严格遵守 我已经在我自律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习惯 我现在已经习惯早上 几乎在早上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那有了这个动力之后 我下午以及晚上的时间 学习的时间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的时间 就会更多 那其实这是我对自律的另外一个理解 以及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前面这一些分享了之后 就是跟大家跳到这一个 其实迷你退休之道 其实是前面讲的所有事情的总结 无论是项目管理也好 你的时间管理也好等等 那这里其实就是总结一句话 迷你退休 其实就是如何的去平衡你的工作 旅行与生活 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个小小久久的 我现在因为我的收入现金流等等 以及我在之前在做珠宝猎手的时候 有一小笔存款 然后我也是在开始做理财投资 然后我自己的话 其实是在计划在40岁之前实现 几乎实现完全退休状态 然后我现在是迷你退休状态 就一天可能工作四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是如何平衡我的这些工作旅行 与生活的话 之前也是跟大家有分享过的 那在这里的话 我只是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我个人觉得工作旅行与生活 这三件事情其实是 起码在我的生命里 即使我说我40岁之前 会想要实现完全退休 但那个完全退休指的是说 我40岁之前再也不用 因为别人做任何事情的 比如说我再也不需要任何假方了 因为现在我还是有假方的 比如说我写作 我仍然有编辑要催我稿 然后我还得去催稿费 然后我现在在做内容创业 我做内容创业 还是要去自己去做一些营销类的事情 以及一些合作伙伴上的对接 跟假方 跟传统的假方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 但我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那我理解的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是你找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我希望在我40岁之后 我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 然后完全没有压力 这个压力指的是 我完全没有生活费上的压力 以及这一个来自假方的各种压力 简单的讲就是有 如果有一本书 然后我现在要写一本书 然后有编辑社来找我 然后他们想要按照他们的样子来改写 那我可以很直接大方的跟他们说 我就是要按照我的样子写 如果你不要 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那我找其他 我可以很直接的说 那我找其他的出版社 因为在这之前 我基本上已经把自己后半生的生活费 给解决好了 当然这里我还是在强调一下 我的生活费 跟大家眼里面的这种 生活费的额度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大概的通胀膨货率 我也算了一下吧 就是我现在自己的一年的生活费 可能就是在八万之间 那未来的这几十年 未来的这几十年的话 我的生活费水平 可能也就是跟着通货膨胀率 走的这个水平 也就是到八万到十五万之间 当然可能也会打脸 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说不定对吧 所以还算是比较开放性的思考吧 所以呢 总结下来就是 可能有点虚的 就是真的健康和开心 你如果说走长线游戏的话 如果这两件事情 大家都找不到的话 我们真的很容易迷失自己 所以我现在个人做事的所有原则 都是以这两个原则来的 当然前提是我饿不死 然后第二个是结果导向思维 可能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思维 就大家都会在想 会找 我不能以一种批判者的态度 我只能说是 我在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 大家会喜欢说 不行 我可能我辞职的时候会变得怎么样 或者是说 我现在想成为数字游民 可是我没有这些技能 但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型来说 是这个意思 当你 也是我开头讲过的 当你觉得 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我的目标就是40岁想要退休的时候 我往前推 我应该需要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从你现在出发去想以后的事情 大家可以就试着去换一下这个思维模式 然后自动化 就之前提过也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 分享一下吧 就这个是一个之前做过一个 关于就是我现在日常的一个时间表 是我当时上去年年底在阿根廷的时候的一些 个人的时间作息 然后就基本上就上午起床吃吃饭 然后中午就跟客户对接 跟一些合作伙伴对接 把自己这边的内容弄完 然后把写作也弄完 然后下午的时间 我都会尽量把它做成 作为一个灵活激动时间来做 就写一些东西 学一些西班牙语 或者是跟其他人一起玩 其实现在我的时间有点变 但基本上还是不变 上午黄金时间 把事情做好 然后下午的时候 以及晚上的时间 是拿来学习 好 那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工具 其实工具有很多很多 那我就挑几个觉得比较日常比较用 而且比较实用的吧 关于数字游民类 数字游民类的话 是在英文方面是这个nomad list 还有一些Facebook的社群 其实是会被大家忽略掉 但事实上是非常实时 也非常活跃的 这个的话我会 因为篇幅太大嘛 我之后会给大家就是请 我之后会给大家补充相对成熟的一份 那个文字版 或者大家也可以在我自己的公众号 那个野心页页里面 会有很多这之类的 这种资讯的分享 然后关于迷你退休的话 有两个工具 是非常推荐的 Hairspace Hairspace其实是一个冥想的app 冥想的话 它是会让你的 怎么讲 会让你更加的学会去 如何专注于事件本身 教你如何与自己的情绪共处吧 所以这个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也好 在做事情也好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每周工作四小时 可能是几乎知道数字游民的人 都会了解到的一本书吧 它里面讲的事情 关于高效率慢生活的这个概念 其实我也是受他们的启发 如何的去平衡 如何把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 然后在剩余的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甚至让你这个喜欢的事情 变成一个你惊喜外的收入 比如我现在的写作 其实就是这个状态 我以前没想过 我自己会要成为一个作家 或者是写作者什么的 但只是因为喜欢记录 然后我就写下来 我就顺手投稿了 投稿了之后我发现 原来人写作 是不一定需要是经过这些训练的 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的亲身经历 以及我亲身去采访的一些人的经历 才会得到这些认可 接下来的话是关于英文学习 英文学习我自己养成的习惯是 从1718年开始 我就会听Podcast 学习这里讲一下 其实学习有两个端口 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那最好的学习方式 其实就是输出 当你学会输出之后 你这些东西都变成你自己了 然后那输出之前的话 你需要的是不断的长时间的输入 所以我的输入工具 其实就是这个Podcast 我几乎每天或是每两天 都会听我喜欢的一些 英文的一些栏目 以及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 是也不用担心 你到底有没有听得懂 有没有完全的把这些单词都给听懂了 没必要的 只要是你喜欢 你想要去了解它 你知道它的大意 这些东西都已经够了 重要的是这个信息本身 而不是死基因被这个模式 然后以及 Dictionary.com是一个 用英文查英文的一个单词软件 然后一点英文 是我最近开 找到开发到的 挖掘到的一个 自己跟自己练口语 比较好的一个app 它的亮点是 它有那个中英文和中文的 无缝切换 甚至无字幕 然后China Daily BBC News 这个就不多说了 关于时间管理的话 我知道其实现在很多人 他们都蛮推崇番茄工作法 所以我这个结合 个人经历说一下 我个人是不太推崇番茄工作法 但是我自己为什么还要推荐 是因为我觉得 这么讲吧 我不建议大家 从一开始不经过 这种朝九晚 我就直接跳入数字游民 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一定知道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番茄工作法 它是一个非常 基本的带你入门的 进行时间管理的一个方式 然后等你入门之后 你再去慢慢的去探讨出 自己的这个模式和思路 说白了 它的内在的思维模式 就是先模仿 不是抄袭 是模仿它的内核 然后模仿之后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做出适合自己的创新的方式 所以我自己的时间管理 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我自己做的表格 然后我每次 我每次做一件事情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toggle 就很简单 很白痴 很简洁的一个定时器 我点开它 然后我做任务 然后我就会看到 我这个任务在响 然后我一直到 我一般是自己会工作 20到50分钟之间 然后一个项目 我写作的话 一般是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吧 对接任务的话 是基本上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你跟一个人去对接任务 很多时候 重点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讲完的 不信你用这种软件 计时软件去看一下 甚至你直接用自己 手机上的软件 去计时就好了 然后项目管理 为什么推荐chero chero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在用 我用过它之后 我发现还不如我自己用的excel表格 来简单的多 可是我不想 我觉得我也没有全力 去一棍子打死它 因为我身边还是很多数字游民朋友 习惯的用这个系统的 只是我不太喜欢 每次都要上线下线 然后每次都要填这些表格 我就觉得太麻烦 太啰嗦了 可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先经历一下 然后再做决定 你到底想不想要用 使用这一个模式 以及这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比较有用的 其实也是修建推荐给我 是focus吧 这个软件也是挺好的 你可以就在这里start 用你的 start你的任务嘛 比如说写作 然后你确定之后 它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你的 这个一直出现在你的 这个屏幕之中 对它现在已经跳出来了 然后它就会一直提醒 你要做这一个 然后这基本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这些内容 所以这就是最后可能是回答的 同意的一个问题是 数字游民的迷你退休可持续吗 我个人感觉是起码在我身上 还算是比较持续的吧 我明白了 那那个软件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话 那我之后也就是做一些补充材料 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如果大家能够把工作旅行生活财务 以及成长这几个循环圈给整理好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成为你的良性循环圈的 甚至说真的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 你可以剔除也可以不剔除 旅行只是对我个人来说意义很大 因为它真的帮我打开了这个世界的大门 但事实上我们从古至今 还是有很多足不出户的智者的 所以要去寻找到事物的本质和寻找真理 不一定要足不出户 但是旅行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去帮你了解这个世界 了解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 以及探索自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也不用把它抬得太高 但也不用把它扁得太低 就平常心吧 所以这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做到一个可持续的迷你退休 这是需要做到的五个核心的良性循环圈 然后基本上我个人现在在做的事情 跟这几大类都会相关 就关于自我提升 比如说一些思维模式的培养 像之前我讲过的结果导向行思维模式 或者是这个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术对自由的这种思考等等 以及深度旅行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比较 我是穷游出身嘛 还是这么说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比较野的旅行吧 以及英文学习 珠宝课谱 写作和理财等等 那基本上这就是我这边的在做的一些事情 是这一页是在做的两个知识星球 一个是关于不上班公社 会分享一些关于数字游民和旅行 自我提升等等 就前面提到这些东西就不再负罪了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进入Q&A环节吧 怎么让自己更自律 做计划 但是发生一些意外 没能实现它怎么办 有时候感觉自己没有动力 怎么让自己更自律 这个其实在前夜我有讲过嘛 自律其实一个核心是养成习惯 用人话 说人话就是把一些行为习惯 把它养成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比如说早起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吗 但事实上早起很简单 你只要去创造这个环境 让你早睡就完了 就你十点钟之后 你把手机扔掉 把手机放在不同的房间 这是利用人的惰性 我就拿这个早起来来当例子吧 就是人很懒 但是所以说 如果你把手机放在不同的房间的话 你会发现你会懒得去拿手机 然后你会发现 你的床是多么的舒服 然后再加上一些冥想 你会发现可能不到半小时 你就睡着了 然后因为你睡得早 那早上可能自然的七八点的时间 就会自然醒了 自然醒之后你会发现 我现在精神挺好了 那我就想做一些事情 那我做什么好呢 那你就去做一个 这一天的一些计划 然后一下一下坐下来就好了 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会爱上这种感觉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早上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 那种爽快感 然后你下午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玩 去学习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律的过程 当然这也看你 就是有些人就是夜猫子型的也行啊 然后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了 这个文章我之后可以把它 放在那个社群里面给大家分享 关于自律的一篇文章 其实说白了核心就是那个养成小习惯 养成小习惯 以及不要让 不要让自律这件事情变得太严肃了 再举一个例子吧 我现在学英文 我每天其实只是看10到20分钟的英文而已 我不会看很多 然后你把这个任务简单化之后 你会发现你愿意做的事情 愿意做的那个几率就很大 然后做计划 但总是发生一些意外 没能实现它怎么办 我教你 不叫教 分享一个 说白了啊 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 不怎么办 你就继续做计划 然后按着计划走 但是做这个计划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 你就让它像开花结果一样 自然的发生就好了 比如说考雅思 我以前会很纠结我雅思到底多少分 后来我发现雅思考 准备考雅思的这个过程 才是真正让我提升的过程 所以做 所以有一句话是计划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做计划这件事情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继续做 但是不用太纠结它的结果 顺其自然就好 感觉没有动力的话 也是我之前有分享过 就前面分享过的 我自己的动力就是我想出去玩 没了 我自己的动力就是我想吃好喝好睡好开心一点 你去思考一下你自己到底真的想要什么 从这个结果导向行 然后倒推就好 最后一个APP是推荐的是什么 哪个APP呀 CELLO是项目管理的呀 然后番茄 对番茄工作法是时间管理的一个工具 然后对理财感兴趣 理财其实我现在是在我自己的总体思维是长线理财 我现在是自己先学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如这阵子我在啃那个国富论 真的很枯燥 但是它里面会把人性以及一些历史上的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 一些基本的关于经济的这种知识会说的很彻底 去读这些经典吧 如果要理财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先去读一些经济学的经典 先自我科普再去主动性的去调查 然后再才是去请教 不要希望大家改掉被人投喂的这个毛病 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你今天懒你明天就被别人割韭菜 就这么说吧 然后结婚了之后是不是没法游民了 不是哦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游民的例子 关于这道题我还是要破一下题 还是一样结果导向型 结果导向型 你现在想的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就是必须成为游民 现在就有个人拿着枪指着你说 你现在必须你们你们夫妻俩必须成为游民 不然你不然你就没命了 那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去思考怎么成为游民 那我身边有成功的例子 他们就是 但他们的确还没有孩子 有孩子的话 有一些人有实力的他会home school 也就是在家教学 没有孩子的话 他其实就是夫妻俩一起游民了呀 而且游民 大家对游民的误区有一点 游民不代表一定要游 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每个月都在动 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每个月都去旅行 而是你有游的这个资本 以及选择权 所以我可以选择在家待两年 在一个地方待三年甚至十年 但我有那个随时走动的权利 所以我 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单身 所以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我只能以这个结果导向型 以及我身边有的例子的人 跟大家讲一下结婚之后 要做数字游民 你会碰到很多困难 这是事实 但是不是没有可能 如何开始写作并走上专职和兼职 好 我就是这两个问题吧 这两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大的误区 我很多事情都是 无心插流流成音 这两个问题我一起结合回答吧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我现在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不想要什么 我不想要招酒玩物 我不想要一辈子都跟别人 为别人打工 我不想要为了别人而活 就鸡汤一点是这个状态 所以我从这个 我不想要什么推倒 变成了我想我大概想要什么的一个框架 那我不想帮别人打工 我的选择有哪些 我可以走投资 我可以走理财 我可以做创业 我可以寻找更多被动收入的这个出入 然后 然后这个我们就回到了那个写作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写作也是这个状态 写作也是因为我 因为我当时知道 我自己不想要这种生活 我就走向了旅行的这条道路 然后旅行之后 我就会发现身上自己 审视自己审视身边的人 就会有很多故事写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然后我就把它做成一种记录 其实就是一开始是写给我自己的 后来我就会慢慢的去思考 我发现凡事都是有共性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写给自己 以及很多人一起看的 所以我就会往这方面的思维去走 然后就 投稿啊 就顺便投稿啊 投稿之后我发现好像会有得到认可 然后那我就继续投稿 就继续写 刚好是我喜欢 加上别人也认可 但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我建议而已啊 建议 不要去在初期的时候沉下心来 专注于思考 专注于输入和输出 多看书 每天写日记 有点俗 但我的确现在每天也不叫写日记 我会把自己想到的一些主意 碎片化的写起来 然后每周就是整理一下 然后 其实写作跟那个项目管理有点像 我把它弄成总分总 我知道自己这一次 想要写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我就把它写大纲 写完大纲之后 把骨头弄好 然后填充血肉就好了 所以快的话 可能两三个小时 就写好了一篇完整的文章吧 以及建议大家不要牺牲自己的风格 去为了为了这个一两个编辑的风格 去牺牲自己的风格 写你自己想写的 我没有结婚 投稿路径我还是一样吧 我可以把那个这些事情 跟大家在事后以一种 就是资料包的那个方式 跟大家说一下吧 或者是给自己打个小广告 你们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也行业业 或者是知识星球 你们刚才提到的所有问题 我其实都有在这里面会有详细的分享 然后 有一个事情是大家可以用搜索功能 在里面都会 你比如说你搜索自律 你就会找到那篇如何 如何养成自律的习惯的这篇文章 举个例子 我自己投稿的话 路径的话 有投稿路径的话 我就先分享思路吧 我投稿 我只投那些最好的杂志社 以及钱多一点的 思维是这个样子 就是既然我是付出一样的时间 那我就要得到最大的回报 也就是这个付出回报比 以及第二个 你往那个最高标准的人去投 他给你的反馈 千万不要害怕失败 最重要是找原因 他即使退稿了 我会抓着他问 我会抓着他问说 为什么我的稿被退 然后我去找他问原因 那他会给他其实会会给你很多实质性的建议 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面方面去提升就好了 所以总体上来讲 这笔生意你都赚了 结婚以后对自己的游民之路会有什么影响 那还是 好 问题是 如果以后结婚对自己的游民之路会有什么影响 比如老公不是游民 那我就以身做法吧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自己是一个游民了 那万一我喜欢的那个男生 他不是游民会怎么样 那首先这个可能扯的远一点会扯到什么爱情观啊 价值观就不扯了 但比较现实的是这样子 结合我之前讲过的 数字游民不代表我一定要游 所以如果我真的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人 我有这一个 我有这个天生的优势 我可以 我们可以不用异地恋 我直接就为了他就留 不我不喜欢为了 我不喜欢用为了他 我就可以直接为了我们吧 我们自己 然后就在那里留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是继续游民就好 然后他如果对方愿意的话 那就我们一起发展 这一个游民的这个思 这一个思维 然后以及技能等等 然后一起游 不想游的话那就不游啊 我个人感觉是 这个问题是可以破掉的 就是破题 我是93年的 我是90后 现在要到那个人 人身上的提问了吗 对 然后如果大家还是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 就是大家也有 也有跟 应该也有跟大家 就是讲 我这边是如何 跟我这之后的互动吧 在公众号和那个 知识星球上面都可以 或者是加入这个 不上班公社的这个社群 对我是90后 然后还有问题吗 然后顺便跟大家 就是讲一下吧 就很多人他会把那个 数字游民 总体来说 一般有哪些收入方式啊 我没有漏掉啊 这个不是我 好 我的收入从哪里来 就屏幕共享这里有看到 我的收入现在就很简单啊 一个是我之前有一些珠宝 以前的一个大头是我的珠宝 珠宝买手 做珠宝猎手 有的一些生意 副业 但我不是一个贪心 就做不了大生意吧 你想把心力放内容创业上面 所以就是算是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收入 是来自这里 然后之前做那个英文老师 有那个咨询 以及我现在有在做一些 咨询类的东西 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咨询 然后这是我另一方面收入 以及我现在正在做的 这个内容创业 像知识星球 以及其他的 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 对差不多就是这些吧 我的收入现在 以及就是写作嘛 我的写作每个月稿费的话 也是就每个月我至少 就也算是余钱吧 零钱还是会有一千多到五千多 不等吧 一个月写作下来的稿费零钱 然后其他在具体的数目 可能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具体的来源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然后我这边已经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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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